李克勤的歌唱實力不容置疑 出席親頒獎禮都會成為大贏家 拿獎拿到首遠 正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 克勤的大兒子Ryan 一樣都是拿獎的能手 不過就不在唱歌方面 而是下棋 有一天跟他 不是同的 就是陪 陪了他下棋 因為他們要代表學校參加比賽 就陪了一天 其實也只有陪 只是陪著他 拜著口罩拿著頂帽 真的免得煩惱人家 又躲在車上 然後又出去看看 又回到車上 又出去看看 又回到車上 因為其實時間都頗長 早上8點 一邊捉到下午6點 然後捉到七場 其實都是來來回回的 怎樣?贏還是輸? 我又不太懂 這樣吧 不是呀 我都有獲獎 是呀呀烏第三名 所以他一向都有祝開旗 的奇蹟不錯 比起我是不錯的 哈哈哈